今天是11月20星期一 股市很快會步入11月份的下旬 到底今個月能否維持先低後高的形態到月底 其實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考驗 待會再作分析 我們先看看上星期五的事況 恒指早市先低248點到17584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抽見過17631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買盤不足加上股額漸漸漸漸 而且在主要成分股當中 阿里巴巴的跌幅比較明顯 換句話來說 恒指成分中由於巴巴佔8% 股價的急跌對大市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 日中低位一度見過17413點 相對於星期四來說 這一分鐘跌了419點 末段有少少短定 最後恒指收到17454點 都跌了378點 而成交今晚有979億 值得一提的是 11月份雖然暫時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因為指數仍然由1號低位16979點 升到16號高位18174點 即今日的波幅有1295點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以上星期五指數收到17454點 怎麼計算呢? 技術上是跌穿了10天線 17611點 亦跌穿了50天平均移動線 17633點 僅僅是守在20天線 17416點上 即是用一個很保守的看法 指數只要一直站在20天線樓上 但我不太擔心 這個事實 因為20邊線是17416點 如果你騎在水平樓上 我不擔心你會馬上試到16979點 今個月的低位 但一旦20邊線再失手 情況就有少少麻煩 大家一定要留意 阿里巴巴估價的急跌 當然是帶來一個比較明顯的衝擊 但我又在想 81.3毫半是星期四的收市價 76.6毫半是星期五的高位 即中間有4.7元的下降滅口 巴巴在一個這麼超賣的情況下 可能技術上是會有少少後抽 不過後抽暫時也不能看得太高 如果上回75至76.6毫半 當然是好 但如果不能夠的話 即是代表巴巴估價 暫時來說 仍然還未能夠上保 遺留下來的下降滅口 大家要清楚 如果巴巴不能夠回補下降滅口 即是指數就算要翻升 也有些難度 可能有一個結局就是 11月份市仍然維持先低後高形態 事實上來說 今年市由1月27至10月24 已經下降了36個星期 市反彈3至4個星期 是很正常的 我講了很多次 由10月24至今天 已經差不多第四個星期 由於指數仍然沒有進一步創 今年的新低 股市已經進入正常反彈的周期和形態之中 問題是有沒有辦法再向上找更高的指數 而巴巴現在的狀況和走勢是有難度的 所以任何短炒的人士 謹記一定要扣好安全帶 對的贏少少 開開心心離場 不對的輸少少 也要很理性地止蝕離場 最重要的是 鑄本一定要留在手上 因為後續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 大家都不知道 反正大市本身成交少 要大升就不是了 只是不過 技術上跌得比較長 跌得比較深 所以作少少反彈和後秋 好了 早市分析就講到這裡 什麼事 感谢观看